第六年的企業運動 體育署今年辦理第六年的企業運動的一個認證 那麼累積六年來總共有456家的企業獲得到這個認證 那今年因為雖然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但是還是有118家之多的企業 他們來申請認證 那其中有90家是第一次來申請這個認證 所以是有越來越多的企業 他們也認同運動企業的理念跟這個價值 那希望透過運動企業來鼓勵員工來運動 那同時也能夠帶動這個職場的一個運動的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同樣留情部長我們翻證改協狀 今年的這個運動企業的認證 我們也跟很多的這個企業 那麼一起來共同來這個辦理 那這裡面包含了像這個全真瑜伽 那他也提供了這個 運動的這個相關的優惠 包含了運動的也提供了運動的萬用袋 還有這個體驗券 也提供了很多的運動的課程 那麼來提供 提供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呢也跟網品的集團 還有特立集團 網品集團也提供這個優惠用餐的這個活動 那特立集團也提供了一些優惠價格的這樣子的一個 的這個優惠 那另外呢包含了波密公司 也提供了這個飲料 等等的部分很多企業 因為這個企業運動的一個認證 這很多企業那麼他們非常認同的這樣的理念 所以很多企業的部分都很主動 那麼希望能夠跟我們一起來這個參與合作 其實運動其實本來就是網品的一個核心的一部分 那其實網品本來就有在推動3T的活動 而且今年已經超過17年了 所以我們也是很很很榮幸能夠加入這個 運動企業的這個統號的一份 對 其實我覺得運動對同仁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身心靈的健康 對 然後對同仁而言 其實就是在工作上 其實我們有時候覺得好像花時間去運動 可是其實相對的來說 其實同仁們在工作上其實更有效率 而且更有精神 所以其實對企業端企業主 或者你們在同仁身上 其實都是一種很好的投資 有請全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人力資源部周學聖經理 上台接受感謝狀 成為運動企業之後的好處 就是同仁除了有一個認同的中心之外 其實在運動企業這一塊 政府以及遠見承辦這一邊的單位 給我們非常多的資源 譬如運動年曆的這一塊 積分賽也好 或者是一些運動生態的分享 再加上譬如像科技體勢能這一塊的一些資源 讓同仁可以透過大數據的一些分析 了解個人的身體狀況 體態或者是肌力耐力這一塊 然後針對不足的地方 可以再去做一些調整跟訓練 所以從外到內 從動態到靜態 同仁的一些向心力跟活躍力 都非常非常的顯著 對